Hello,大家好,我是巴蕾地宝 分享法国买房、理财、避税还有福利的经验 从今年2月份开始 法国存款利息就翻倍了 真的是天大的好消息 LIFR从0.5%变成了1% 注意一下LIFR每个人只能有一个账户 如果你在一家银行开了LIFR 其他银行就不能再开了 当然你可以转过去就是把这家银行的关掉 在其他银行再开嘛 但是不能同时拥有两个账户 LIFR现额就是22,950欧 去年如果你存一年的话 那么一年的回报就是114.75元 按照新的利率存一年的话 那么就可以拿到229.5毛 增加了114.75元 所以是翻倍了 如果存满了LIFR那怎么办呢 有些朋友就问了 这个我在我之前的视频也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 可以存LDDS 这个也是和LIFR一样 没有任何风险的 而且每个银行基本上都可以开 一个人也只能开一个 上限是12,000欧 原来的利率是0.5%的 随着这次的改革 它的利率也翻倍了1% 存一年的话 之前是60欧一年 现在你存一年的话就是120欧了 LIFR LDDS 这个就是22,950 加上12,000欧 这个你拿到的利息是完全不需要交税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还非常的灵活 不需要那种整存整取 也没有任何的期限限制 你想放什么时候就放什么时候 感觉就像是微信里的那种零钱通吧 非常的方便 你随时想用了 你随时取出来就行了 值得注意的就是不能从LIFR或者是LDDS 直接去购买产品 或者是付钱啊 这都不行的 一定要通过你的流水账户 所以如果需要钱的话 就是从LIFR把钱转到你的流水账户 然后通过流水账户去购买东西 如果你流水账户钱比较多了 那么就放到LIFR 我觉得这样子 如果有一天你的 比如说你的流水账户被盗刷了或之类的 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因为他们只是刷到了你GONT GOOHONG 流水账户里的钱 你的LIFR还在那里 而且LIFR可能是存钱的一个大头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都开这个LIFR 而且这个钱也非常的灵活 你放在那里还能够一年产生200来欧的收益 何乐而不为 有效的就有哭的 哭的就是BAL 原来它的回报是1% 虽然它还要交个税 实际上的回报是0.7% 0.7%相比于之前的LIFR 这个0.5%还是稍微多那么一点点的 但是自从LIFR还有LDS改革 升到了1%之后 这个0.7%就没有那么香了 所以如果你的BAL 如果你是2.5%的 那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BAL是新开的1%的利率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太大意思了 如果你不知道BAL是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算了不需要开它 因为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多大回报 为什么要涨这个利率啊 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2021年法国的通货膨胀是2.8% 也就是说如果我有100欧 但是放在那里什么都不干的话 一年之后 现在它只值97.2了 钱不动啊会是越来越贬值的 虽然存钱收益原来是0.5% 现在是1%嘛 但是相比于这个通货膨胀 还是亏的其实 但当然钱肯定还是要存的 没有办法 以备不时之需嘛 我提倡的就是可以存 三到六个月的生活费用 如果存够了 那就要进行投资了 最好是可以打败通货膨胀吧 比2.8%的这个回报要高一些的 就比较好了 先说几个减税的办法 比如说上一期视频聊到的 Rajadam 这个投资海外省 可以带来8.5%的一个回报 还有我每年都会计划买入的 BAR法国的退休账户 我自己不仅可以退税30% 而且也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 除了避税 还有一些投资 比如说Axihonsby BAR CDO CFB 还有一些美股 欧股 各种都配一些 丰富自己的投资组合 降低投资风险 具体的一些产品如何购买 我之前的视频也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 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法国投资群 我们一起分享探索 在法国的投资经验 我也会在近期和大家分享 我的2022年的投资战略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再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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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